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读书好 大家好 我是郭明雪 提起香港漫画 很多人很可能会愿意上渡 打打杀杀 以黑社会为题材的暴力漫画 但事实上 香港亦有些漫画家 以文学历史为题材 创作一些很严肃的作品 好像坐在我旁边的李智清先生 李智清你好 他曾经获得日本颁发外务省创立的第一漫画大奖 是 你还击败了百五对手 126个国家 126个国家 作品应该不止百 也不止 是 我想知道你和一般香港漫画家很不同 很多时候你会将一些中国的水漫画 带进去漫画里面 其实原因有没有一个说法呢 对我来说是顺理成章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80年代的时候 已经很喜欢中国的水漫画 看水漫画展我都看了很多 同时我总之什么画我都看 商人画我看中国画我看 直到90年代我才有机会跟一个 在香港的一个老画家 我们叫浅港山水 那时候就学了中国的水漫画 学了那套东西 做工作的时候 很自然就拿起那些工具 就放了下去 我自己刚才说的就是顺理成章 明白明白 另外你的新书 《哪年的天空很蓝》 这本书我很喜欢 我想知道 其实是什么原因 令你从一个历史漫画 转到一些情感的小品创作里面 其实我想做这件事很久了 因为我由90年代开始 我和日本的出版社合作之后 全部都是一些很大的项目 正如刚才你说的 《沙角志》 《孙子兵法》 或者后期一些的《社女英雄传》 都是一些很历史性 很古装的东西 其实我也是一个现代人 有现代人的情感 我心里不是古装 是的 我其实真的屈住在心里面很久 有些东西是很想写的 很想表达的 同时间 有很多东西 比如对社会都有些看法 其实一直都很想写 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很多时候一做我们一个研究 可能就是三年五年 相似是十年八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曾经和日本的出版社提议过 比如我写完一套三个字 我想写回到现代 但是他们会觉得不好 因为要在生意的立场来说 你一定要有定位 没错 你要持续下去 没错 这件事已经成功了 我突然开拓一个新的 究竟有没有把握呢 在他们生意上的计算 就会很重要 完全对 这个是他的计算 不是我的计算 但是我自己 也是一个感性的人 我看到一些东西 我很想说 很想表达 同时我又会画画 我想用很多种不同的形式表达 就是 刚刚来到这间 我停了一些 这么大见头的东西 我便可以做一些 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没有考虑过什么东西 因为我就算自己看完你那本书 我看里面那只狗仔白白 其实很感动 你说到最后要拿个车仔 推他去 其实真的流眼泪 因为我觉得很惨 原来他自己 留在那个地方 他到最后等主人 主人回来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很久 其实是一个很感动的环节 但是奈何你告诉我 其实没有那么漂亮 其实那个事情是真的 事实是真实的 情感是真实的 甚至乎我真的和我爸爸去撞这只狗 但是就是一个 我来说是一个废墟 好像一个垃圾缸 旁边那样 当然你做一本书 是一个作品的时候 就将很多东西 要美化 要形成包装 要做浪漫化 要变成一个这样的作品 明白明白 一样以来 不论在黑环人物 造型 甚至是人物性格 故事发展速度 到分镜等等 都是你一个人去指挥的 那你是不是用类似 或者是同样的手法 去看待这个 哪年的天空很蓝 有不同的 我之前 刚才我说 做一大轮和日本合作的 《秘三国词》 那类的 那个篇幅比较长 我们可以分隔 可以很小 每一格都可以再细分 细分进去 但是这个 我是80张图 就要讲完整个故事了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 以前中国流行的小人书 是 是 以前的连环图 很小小的 小小本那些 插头发 那些人剪头发去看那些小孩子 但是同时间 因为我有 日本 我们做开漫画的技巧技术 比如有些 zoom的镜头 或者不同的时候 我们用虎视 或者仰视 或者我们有这些技巧 还有 做一本书的节奏 我们是多了一个 黑耳摆下去的一个方法 就是有些地方 我就黑 就全部黑了 就是我相信 如果只是整把黑了 在中国以前的 刚才说的小人书 是不会出现的 明白 我有太多东西想问你 不过监制 不断地可以提我时间了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 在1995年 你花了十年的时间 去完成这套孙子兵法 这一套漫画 最后还被逆成 日文在日本发行 我想知道 你怎样令到 这麽家传户晓的历史题材 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这个就是我们的 編劇功夫 就是我们有一定的史实在 有些地方 就是我们本书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认为是怎样的了 其实有些作品 我们是可以把它完全 比如三个字 我们叫反三个字 趙雲可以变成女人 就是关公都可以不流洞 就是完全是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个出版策略 我们叫定位 已经是这个 比如是比较 忠于 罗冠宗版本的 就是那个程度去改篇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去做 但是我们的技巧就是要讲故事 讲故事 其实漫画那套 我们那套的技术 就是要讲得清楚明白 要读者投入 投入故事 他拿着漫画 你不觉得拿着漫画 年轻人要画漫画动画 最好就是去大学里面读书 最好就是主修文学 增加多些见识 又或者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存起钱 有机会画 再去世界不同的地方走下 看阔眼光 至于技术 是可以慢慢训练的 就算人工不是很高 起码可以保持一些抵抗权威的风骨 有了这种心性 画出来的话 就自然少了一层虚妄 多了一份纯真 因为画家不下的 就是他自身最真实的心象风景 今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